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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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最近呢,中國駐美大使,秦剛大使,下午好。今天是3月4號,也就是明天就將召開中國的兩會。 在兩會召開之前,針對拜登派特使前往台灣,蓬佩奧自己跑到台灣去,做了一番鼓吹台獨。 中華民國台灣是個國家的演說。現在這個鬧劇呢,還在繼續。 我們看著這個事態的發展,反思我們這個一國兩制的政策。 我們的政策決定兩岸的未來。一國兩制的核心問題,決定的因素是這個政策對不對。 能不能夠得到台灣人民的擁護,得到兩岸人民的擁護。如果不對,就可能變。 如果脫離實際,人民不贊成,就要實施求是的改。 這是一國兩制的兩重性。抓住機遇,推進改革,早說空話,使整個中華民族傳結起來。 這個是我在2000年,前後,自台灣同胞書。寫給中央,寫給兩岸同胞的一封信當中。 引述鄧小平,關於一國兩制的論述。 同時呢,也是我解放思想。在這裡呢,實事求是,一心求真。 提出了同心同國,依法治國。 這個叫華統臺灣,過海駐軍,共建家園。 這麼一個命題。 今天呢,我想,這個,拜託秦剛大使,把我的聲音呢,能夠轉達給這個, 今年的兩會,和二十大中共中央政治局。 在這裡呢,我以一個中國公民的身份,提出來。 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按照聯合國憲章,按照2758的決議。 它是代表中華民國的一個政府。 中華民國是1945年,正式在聯合國成立簽字儀式上,正式註冊了中國的國民,並沒有註銷它。 如果我們不去佔領這個,我們不去代表這個中華民國, 台灣就會裝我們的控制去代表中華民國。 這就是我們一國兩制的政策的一個核心的問題。 誰代表中華民國的問題。 這個問題呢,我們強調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這個是不準確的。 正是因為有含糊的地方。 所以,實際上只有一個中國。 這個就變成了模糊,就變成一個漏洞。 就隱藏了一個潛規則。 蔣介石的代表,就變成了中華民國的代表。 這個是錯誤的。 按照聯合國憲章,現在2758號決議, 把他們兩個對立起來的統一性。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就是中華民國的延續。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就是代表中華民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台灣不是中華民國的政府。 因為這個問題,我們大家都知道,有一個典故。 就是在1972年,聯合國退出了蔣介石的代表以後。 第一任台灣就美國的代表處。 代表處的代表呢,叫下公。 這個叫下公權。 下公權呢,他在這裡呢,就別出新台的寫上。 做了一個GRC。 GRC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中華民國政府。 這個呢,當時的副國務卿就馬上召見他。 召見他,然後讓他解釋這個是什麼意思。 因為根據台灣關係法,台灣不是一個政府,而是民間的交流。 他派的這個代表是民間的代表,非政府,非官方機構。 這個是美國的國務卿。 也就是1979年,這個時候,按照這個聯合公報和275,還有台灣關係法。 召見台灣的駐美大使,下公權。 這個問題說明了什麼? 說明了美國,它是很清楚的。 台灣不是一個政府。 不是一個政府。 那麼誰來代表台灣,中華民國的政府呢? 誰是,究竟誰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 中華民國唯一合法政府。 應該是,這個句話應該這麼說。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是, 唯一的代表聯合國憲章, 中華民國的合法政府。 秦剛,大使,同志。 是,因為我們這一點點的,這個概念, 一個法制概念的不準確, 所以造成了歷史上, 我們現在,到現在為止, 我們沒有解決討論台灣問題。 一念之差,解明道宣。 現在呢,習近平在2019年, 這個,遠遠二號的一個, 告台灣同胞書的, 還在強調一國兩制。 台灣新方案,台灣不會解釋。 因爲什麼? 因爲什麼? 因爲這裡,一國兩制有很多缺陷。 應該是說,明確的一國, 或者叫同國, 我們叫同國, 同一中同表。 我在1998年, 對中南海的北戴河會議的時候, 就提出了這個問題。 在1995年, 江澤民發表《江八點》之前, 我發表給江澤民同志寫了一封信。 就是說,我在香港工作七年。 對一火兩制的實踐, 產生了一些不確定的因素。 為什麼香港, 在回歸祖國以後, 馬照跑, 那個, 補照照, 沒有一點呢, 進行國家統一的教育。 沒有國家統一, 沒有國家統一的教育。 沒有國家統一, 沒有國家統一的教育。 這是我們一個在教育上的漏洞。 希望能夠做以改進, 1995年的元旦。 後來江澤民發表了《江八點》。 《江八點》的題目就是, 共同推動祖國統一。 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 什麼都可以講。 那麼我們今天的一個題目, 並沒有出現什麼太大的一個, 一個根本的顛覆性的一個改變。 只是說, 一個中國的前提下, 什麼都可以講。 就是, 中華民國是中國的國民。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1940年成立後的, 一個新, 中華民國的一個新政府。 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央人民政府。 一個新的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這也就是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新的國號。 但是, 在1971年, 2758號決議以後, 開始, 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的成為, 唯一的, 全世界公認的, 唯一的代表中華民國的, 唯一的合法政府。 這個問題, 我們在頭腦裡, 我們認識上的差距不準確, 我們的政策就決定了兩岸攻擊, 直到今天, 沒有解決裁判問題。 一面之差, 希望我們黨, 中央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會議, 認真地來討論一下這個問題。 因為, 除了武力解放台灣, 以這樣的一國兩制解治台灣, 和平解放台灣是不可能的。 因為根據戰爭法來說, 我們現在不是和平狀態。 兩岸現在是戰爭的, 內戰的交戰狀態。 只不過叫做休戰狀態。 還沒有正式簽訂和平、 停戰協議。 也沒有宣布投降。 有條件的投降和無條件的投降, 都沒有簽訂。 這說明我們還是處於戰爭的對立狀態, 交戰狀態。 所以, 鄧小平, 作為軍運主席和國大主席的, 對這個形勢的判斷, 這是存在的一個誤差。 對兩岸形勢的一個判斷, 這個現在不叫和平同義。 現在還沒有結束戰爭了。 所以, 就像現在, 俄國和烏克蘭打戰, 我們大家都知道, 這是一個宣戰。 根據戰爭的規律, 一個叫宣戰, 一個是進入交戰狀態。 現在交戰狀態, 有沒有停火? 沒有停火。 現在處於一個, 現在這兩天處於一個休戰, 沒有打炮, 這屬於一個僵持, 就準備準備談判, 或者準備下一步再大打。 中國現在就處在這個階段, 戰爭的一個間階階段。 因為沒有投降, 沒有停戰, 沒有有條件投降, 無條件投降, 沒有簽訂停戰協議, 這之前, 都在戰爭, 都在進行時。 中國現在和兩岸之間, 也是戰爭進行時。 所以, 現在美國跑來, 蓬佩奧, 和余茂春, 跑到台南去, 山風點火。 因為, 現在就說, 美國怎麼支持你啊, 這叫做監督磐石啊, 等等這一系列, 都是, 這個就像戰前, 就是大戰之前啊, 山風點火, 搖欺吶喊, 這麼就是, 唯恐天下不亂。 所以我們今天呢, 秦剛大使同志, 我今天來講這個呢, 應該是說, 是非常及時, 非常重要, 非常有必要的。 我希望能夠大使同志, 能夠把我的意見轉達給黨朋友, 因為我在這裡呢, 通過微信呢, 這個, 發不出這樣的, 信息, 也不能夠, 把我這個, 變成了一些, 圖文並報的形式, 就把這個, 講出來。 我想呢, 用這種視頻對話, 我可以很快地, 傳達給, 這個, 中國駐美的大使館。 這個, 第二個呢, 因為在實踐當中呢, 我們發現呢, 這個, 我們犯了一個, 很大的錯誤, 對台政策上, 我們犯了一個, 心靈氣, 就一再地強調, 心靈氣和呀, 一再地妥協, 一再地將就, 一再地, 委屈求全。 為什麼, 為什麼不能解決, 他們那邊呢? 因為, 我們犯了一個, 1949年, 毛澤東,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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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那個, 這個, 李宗仁, 戰犯求和, 和蔣介石下臺就演, 這個形式的話呢, 就說了一個, 很重要的典故, 叫做, 農夫與蛇, 的故事, 我們正在扮演, 農夫與蛇當中的, 蛇, 和農夫, 啊, 我們就是扮演的農夫, 而, 我們把這個, 這個, 這個, 對這個, 對我們, 很, 具有身仇大恨, 不共在天的, 這麼一個, 一個敵人, 說什麼是, 啊, 心靈氣和啊, 我們在尋找, 心靈氣和訓啊, 看來是, 這個, 我們, 這個, 在這種情況下呢, 有一句話, 可能, 說得, 沉重一點, 誰是我們的敵人, 誰是我們的朋友, 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 當你在交戰的過程當中, 現在還處在敵對的狀態, 是什麼, 你要, 這樣子, 和戰犯求和, 和這種, 哈, 或者, 和這個, 這個, 要分裂國, 分裂國家, 化海而至, 化江而至, 這麼一個, 一個分裂國家的一個, 獨台分子和台獨分子, 啊, 求和, 這有如啊, 啊, 與戰戰求和一樣的, 這個道理呢, 我們說這是, 啊, 一國兩制的第二大陷阱, 在這裡呢, 啊, 我們希望, 秦楠同志, 能夠,啊, 啊, 理解,啊, 啊, 毛澤東當時,啊, 啊, 如何, 那個, 確定這個,啊, 啊, 百萬雄師過大江, 一江盛隱, 最窮口, 人間正道是狂張, 啊, 這麼一個, 戰略, 不死, 有沒有和平的可能, 在沒有解放台灣之前, 空談和平統一, 維持過早, 這裡有, 有三個重要的因素, 一個是法治問題, 法律上, 中華民國就是中國的國民, 啊, 中華人民共和國, 還是中華民國, 民不其事的中華民國的延續, 這是第一個定位, know how, 就是要改解, 中國政府應該解決三個問題, 第二個, 究竟誰代表中華民國的問題, 支持而後, 有定, 就是中華民國, 不是由台灣的蔣介石的代表來代表中華民國, 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府, 中央人民政府, 現在就是習近平來代表中華民國, 可是我們不敢單單起這個責任來, 我們不敢明確, 就是說, 我們就是中華民國的唯一合法的政府, 這是政治上的一個陷阱和盲點, 也就是說, 之所以你不去單單, 那麼你不去佔領, 那麼別人就會佔領, 就會利用這個, 就會利用這個, 就提出來這個, Diamond, Republic of China, 就不是你, People is Republic of China, 就不是你人民共和國, 中國人民共和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去代替中華民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就變成了台灣, 中華民國台灣省, 是中華民國台灣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這個就成了我們一個政治陷阱, 一個陷阱, 一個陷阱, 就一國兩制的設計啊, 這個出現了偏塌, 這個結構是不合理的, 就一國兩制的結構, 就是因為沒有考慮到中華民國的因素, 所以一國兩制的結構沒有解決好, 因為這個大陸就會, 到現在40年, 1982年到現在, 整整40年沒有解決台灣問題, 而且第三大, 第三大, 一國兩制的第三大錯誤, 這法律的適應法律的錯誤, 我們知道這個, 這個律師大家和法院裡的適應法律的錯誤是呢, 我們誤把中華民國台灣的軍隊, 作為中華民國的軍隊, 在台灣駐軍, 而不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台灣駐軍, 因為只有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台灣駐軍, 才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在台灣成立, 這個叫做法律上的一個代表, 誰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台灣駐軍呢? 唯一的代表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 也就是說台灣的政府不能夠由台灣人來決定, 而是由中央來決定的一個台灣, 組成的一個三三制的一個聯合政府, 可台灣一定要駐軍, 不駐軍就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中華民國的主權, 這個是一個適應法律錯誤的問題, 這個是, 你如果換湯不換藥, 你在那裏, 就是換酒瓶裝新酒, 你必須要裝到人民政權的軍隊, 人民政權的軍隊和人民政權, 建立人民政權, 沒有, 這就是一國兩制的錯誤, 這個根本錯誤, 這個錯誤是必須改變的, 過海駐軍, 這是一個原則的問題, 重大的國際法的一個原則問題, 為什麼烏克蘭, 烏克蘭東坡呢? 烏克蘭東坡就是北約, 變成了北約駐軍, 參加了, 不但是參加了歐盟, 而且北約駐軍, 這個就把軍隊的戰火, 就燒到了, 俄羅斯的那個, 俄羅斯的那個, 烏克蘭本來是同文同種, 都是斯拉夫人, 現在臺灣和烏克蘭的形勢是一樣的, 但是臺灣不是主權國家, 可是我們現在形成了這麼一個, 著作為年區域, 為從去去, 把它推向了烏克蘭的邊緣, 就變形成了這麼一種, 焦灼的一個, 概念不清楚的這麼一個形式, 這個責任是我們, 中國政府, 概念不清楚, 適用法律不清楚, 適用法律錯誤, 鄧小平的理論, 一國兩制的設計錯誤, 我今天嚴肅的來講, 這就是法律問題, 沒幾個, 不知道誰是臺灣的主權, 你現在把臺灣的人民, 作為臺灣的, 中華民國的臺灣人, 那麼, 中華民國的憲法是, 中華民國主權屬於, 四萬萬全體中國人民, 這個概念是, 鄧小平的法律不嚴謹, 因為它是這個戰爭, 或者是,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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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從法國, 這個就是說, 從法律的邏輯, 就是不夠完整, 就是說不夠完整, 而臺灣的很多學生呢, 叫做以其轟魂, 使人糟糟, 李登輝, 就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大陸, 中華民國在臺灣, 拿這麼一個, 忽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當時的江澤民, 當時呢, 王滬寧呢, 作為一個長, 一個喉舌, 一個比較政治學的一個, 一個學者, 他提出了, 只有鄧小平理論, 而沒有別的理論, 能夠解決中國在臺灣的問題, 所以呢, 把我當時, 1998年提出來的, 同庭中國和平統一的任務, 打入冷宮, 我在1998年一直到現在, 我參加了很多次會議, 包括在國際會議上, 2007年在馬里蘭大學, 舉行的全球華人和平統一大會, 我是第三個發言的, 我說一國兩制不能解決臺灣問題, 因為它有三個特點, 第一個沒有解決誰代表中華民國的問題, 第二個, 就是沒有解決這個, 第二個就是解決,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在臺灣的代表是誰, 你不能夠中華, 臺灣的兩千三百人選出的代表, 就是他們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可鬧, 他們不承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它就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 現在法定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府, 是臺灣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 那麼就是在那裡的政府, 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府沒有到達, 沒有在臺灣建立政權, 所以建它建立政權, 認為是國民黨的地方政權, 占三為王, 所以這個邏輯上不周遠, 證明說一國兩制是可以政委的, 正是我們在國家認同, 國家概念, 國家設計的一國兩制的結構上, 政策上, 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 致命的錯誤, 第三個就是不駐軍, 台灣軍隊不代表中國人民解放軍, 它是一個敵對的軍隊, 一個叛亂集團, 或者是現在的敵對集團, 他說你是叛亂集團, 就是說你沒有行使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中華民國, 或者這麼一個位置的顛倒, 所以鄧小平的設計是, 出發點是好的, 但是理論上是荒唐的, 是錯誤的, 是農夫與蛇的關係, 所以我們今天呢, 在這裡呢, 就講到這個問題, 原則性的立場錯誤, 一國兩制, 再繼續走下去, 二十大也好, 三十大也好, 一百年以後也好, 一國兩制解決不了台灣問題, 和平解決不了台灣問題, 現在處於這個狀態, 我們不是和平狀態, 而是戰爭狀態, 再一次再重生, 我在這裡就說, 你妄想這個和平演變, 我們妄想台灣那個和平演變, 經濟感化, 這都是用那種綏靖的動作, 就像那個其情其重, 攻心未尚, 我們講這個, 包括張念慈, 還有包括很多對台工作者, 所提出來, 我都見過這些同志們, 但是這種在理論上, 是不成立的, 這正是我們, 劉少奇, 當時就是, 國家主題說的, 我們黨在, 在這個建國的理論上, 是不成熟的, 或者說是在這個, 在這個國家建設上, 是不成, 還帶有著一種, 做皇帝這種一種思想, 戰三為王那種思想, 他那個宋亮同志, 那篇文章也是這麼講的, 所以呢, 我們希望黨中央, 中共中央政治局, 還有那個, 全國人大, 2020年, 2022年的全國人大, 政治宣傳會議, 討論一下, 我提出的這個, 尖銳的一個, 對一國兩制的一個, 質疑, 陷阱, 客觀分析, 因為, 這個, 洞必有機啊, 我們是用, 用解放台灣的, 用武力方法, 非一個和平統一號, 都是一個, 就是, 立足在理論上, 要有一個, 指導思想要正確的, 理論都不正確, 我們實踐也不正確, 我們的行動就會採取, 農夫與蛇的這個, 這個關係的行動, 所以我們, 到現在沒有解決, 而且這樣下去, 而且, 如果, 我們黨, 不認識這個問題, 只有鄧小平理論, 只有一國兩制, 能夠解決台灣問題的話, 這個問題, 我從今天開始, 很明確, 其實我在1998年, 給江澤民提出來的時候, 已經很明確了, 那麼現在, 經過社會實踐時間, 一國兩制的唯一標準, 我談的這個, 這個, 其實是我談的六大陷阱, 六大錯誤, 結果呢, 我今天呢, 我甚至, 如果中國解決不了, 我把這個問題, 已經提到給, 我已經給美國的民主黨的, 拜登總統提出來了, 這個, 一國兩制的設計上, 是不完整, 不周演的, 理由不夠充分, 那麼, 按照聯合國現場, 按照規則辦事, 這個是一個充分的, 就是, 包括, 這個, 台灣關係法也好, 你不是政府, 不幹什麼的, 你是民間關係, 中國, 台灣那個土地是, 中華人民國代表中華民國的, 所以, 我這個事情跟, 民主黨的, 那個, 那個, 總統, 拜登, 我, 過去, 我就這麼, 我這個, 拿出那個信念來, 今天, 我又, 跟民主黨, 跟共和黨, 拜登, 跟那個, 民主黨的, 川普總統, 和羅納, 麥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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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的關係, 是民間關係, 絕不是, 蓬佩奧, 說的是, 跟人們承認, 政府之間的關係, 承認, 這個是忽悠台灣人民的, 是把台灣人民, 往火坑裡推了, 所以, 大家都看到, 這個不是, 現在是, 非要用戰爭的手段, 來結束戰爭, 而不是由我們的善心, 不是農夫把蛇弄在心口上來, 來暖熱他, 你不用戰爭的, 因為現在屬於兩岸, 兩岸屬於戰爭, 不用戰爭的方法, 解決戰爭的遺留問題, 這個就叫做荒唐, 理論上來講, 叫做, 自己, 班里十六, 打自己就講,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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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請, 秦楊大使, 把我的意見, 反應給黨中央, 謝謝大家! 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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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